尖叫聲好不好 來我們帶給我們自己來個尖叫聲 這樣就對了 你喜歡拿民視的這樣是對的好嗎 其實很多人會問喔 就是說我們的車型有多少種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不只是單一車種 我們希望可以 竟然是理想生活改變移動 有很多民眾的手提上出來 想要騎的電動車 都可以在我們的車型範圍裡面 我們在做IoT的整合應用 所以在不同的車廠 不同的品牌 我們都可以結合去做使用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 就是把車子這邊做一些 做一些小手腳 所以在這邊電池 只要一把 然後 這時候我知道你需要助手 對 對 再幹嘛 不好意思 這個好像沒有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展示一下使用 先展示 然後等下不以後 我們再去做一個完整的示範 那我們現在要做 就是說 你手機的QR Code 在上面一掃 然後它就會辨識你的身份 那時候它就會一顆電池給你 你就可以拿你的電池到你的機車上 你可以插插去去做使用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也可以讓營運商 或者是管理委員會 他們不需要去擔心出保養的問題 那它可以自己去做管理跟 車輛管理跟電池管理 來去降低就是在建制的 這個麻煩的事情 那也讓使用者呢 他隨時可以通過手機 會知道車子的狀況 然後 所以把IoT的應用在兩個方面的方面上 去發揮到自己 那我在這邊比較想提出一問 也就是說 從你的摩托車呢 把電池拿出來之後 放上去 立刻充電 所以人要在這邊等 還是我可以直接 充取另外一個電池再放上去呢 是可以充取直接另一個電池 直接換電的概念 那用我們的模式 我們的團隊可以自己寫軟體去改變那種不同 依照場域的需求去做規劃 我們把音樂上的彈性拉到最大 所以依照它電池的尺寸 我們可以幫它設計這樣的一個櫃體 以及它的車輛幫它設計 它這樣的一個連結 那它可以是 假借假環也可以是假借儀環 這種多元化的一種 就是長短期的租金服務 或者是一個載具的提供這樣的 共產的一個服務 那你也可以說直接從這邊 在機車上面要使用之前 從這邊掃了之後拿取電池 直接去做使用 是 哇非常的方便喔 這樣子我剛好聽到我們自己講說 接下來其實不只只有在中油 好像在全台灣其他的據點也會有我們OK GO 像這樣智慧電動車 那大概會弱在哪一些 應該是說場合還可以再找到你們呢 我們預計在今年下半年的7月到8月之間 會首先在學校來去做建制 以及在東在基隆的停車場 連鎖業者的停車場也開始做建制 開始去真正了解我們用戶的需求 我們從使用者 騎機車的使用者 因為既然是要去動產私有化 所以我們從最終最原始的一個出發點 你可能是從你家門口出來 可能是從你停好汽車之後 要做短途代步 可能是學校的一個短途的騎乘 從這個出發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會使用到我們的工具 漸漸你覺得這個便利性夠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每個人都買到這麼多的機車 再去做使用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的環境 可以變得更新 還可以降低我們的空氣污染 而且聽說現在行政院呢 在我們2035年開始呢 我們接下來就會全面改用都是電動車了 是嗎 哇就是讓我們電動車的市場有多有多大喔 接下來不再是這個中油 應該是說油的戰爭 而是跟生電的一個戰爭的開始喔 那搶了大家今天都可以聽到我們整個領頭羊的一整個呢 賺錢的新商機喔 所以呢 再來一次我們是不是再感謝我們OK GO的理執行長 在今天我們所有的活動當中 我們帶來非常精細的分享 也感謝現場所有理會的廠商 跟我們一起見證這歷史性的旅客 最後晚鈴呢就代表我們中油還有我們執行長 跟各位借用一個東西好嗎 就是我們最熱情的掌聲送給自己 謝謝你們 因為有你們才可以完成我們這一場 歷史性的新轉型展示會 謝謝你們 那接下來呢 會後時間 我們現場的廠商都還在喔 歡迎大家可以呢 仔細的私底下來跟我們執行長詢問 那我們的陳總經理也在現場喔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再次感謝我們的東升新聞 還有我們的民視 兩位辛苦的記者 來我們也給他們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